谈这个气 我们讲的 中国大陆很多气公司 气公司很多的 中国大陆以前 大部分来讲不谈宗教 我们就来谈气功 其实就是变成 大家在练气 大家在练气 道家也有练气 密教也有练气 其实这个整个宜宙之间 全部都是在气里面 全部都在气里面 我们身体里面有气 气就是什么 就是呼吸的轰 所以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写到 要修轰 其实修轰就是修气 就是呼吸 密教的气 一定是完全呼吸 你吸进来很多 呼吸比较少 吸进来很多 都是到丹田 那是才叫做真正的呼吸 一般人的呼吸不是这样子 到喉咙 到慧部而已 那密教的呼吸 一定要到丹田 那么所谓的中脉 脉 包括这个脉 主要的脉是中脉 另外还要左脉右脉 研究这个脉邪 就是一般来讲 像中医师研究这个脉 他研究到整个毛细孔 毛细孔都是的 全身 几万个脉 几万个脉 主要的脉 就是在 眉心 然后在喉 在心季 在季 在密轮 然后在海底轮 然后在顶峭 就是三脉七轮 那一般来讲 我们讲三脉五轮 五轮 眉心轮 喉轮 这个心轮 季轮 密轮 就是五轮 那地方的脉 是结在一起的 像一个丛林一样 结在一起的 那修明点呢 关于明点 什么是明点 明点就是水 明点就是水 那在道家 就是讲 阴阳 天地 阴阳 龙斧 千拱 千跟拱 其实都是代表 火跟水 天是阳 是火 地是阴 是水 那么阳 阴阳就出来了 龙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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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是属于火 那个斧 是属于水 龙斧 另外呢 还有千跟拱 千是属于 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 千拱也是属于水火 也是 千拱就是水火 就是讲水火互相交融 在你身体里面 我们密教讲这个 火 就是左火 就是你的温度 水 就是你全身的水分 全身的水分 包括你昏迷的 所有的河门 都是属于水 利用这个河门 的水 跟你生起的灼火 互相结合 然后就变成太极 然后在太极呢 变成圆满的时候 非常圆满的时候 它会放出光 那么在光芒出现的时候 就变成无极 就是到家的无极 无极就是光 也就是法身 也就是法身 所以这里面有提到四身 你要修行 要经过这个水火 去修行 就是先修气 修卖 卖要通 气要足 卖要通 那么明点 要融 明点要融 那么由明点 变成光 就是明点光 明点光 在修道 变成 这个金刚链 金刚链 再修成金刚木 金刚木 再修成 这个本尊出现 然后你融入 你的光 融入本尊的光之中 就叫做成就 阿密教的说法是这样子 因为ôt分开 沙拉 你说 讲